歡迎大家今天看小政府的節目 今天有何文杰做主持 還有請到簡Sir 大專講師簡Sir和我們今天一齊 分享不同題目的話題 大家好 簡Sir我知道你是很熟悉社工的工作 也是當中一份子 參與一些培訓教育的工作 但最近這幾天有一個新聞 講到一些社福界團體走出來遊行 就說政府要延長服務員的合約 並且要他們加薪 要永久性成為永久的崗位 究竟是甚麼回事 這是甚麼 我簡單解釋一下 其實我都某程度置身其中 我有不少學生 剛才Raymond說的那些 我們叫做PW Program Worker Program Worker 顧名思義 真是主要做服務為主 其實他們的存在是建基於 很資料性不說 但其實建基於早幾年政府 他認為這群青少年人 他希望透過栽培他們在社會福利機構 亦都覺得社會福利機構 某程度好像一個少許被陷的地方 讓他們一來吸收經驗 二來其實亦都可以豐富一點自己 然後再跳出去 再搏殺 這是最基本的原意 即避風堂 原本這個職位設計 就是避風堂 當年青年失業率高 今天海嘯 政府說扔了夠錢一次過 社會機構就聘請他們回來 叫做福利員 或者叫做活動工作員 簡單來說就是協助社會機構 搞活動 做開服務工作 好了 那夠錢就快花光了 究竟是否做了避風堂 那群青少年有甚麼處境 坦白說我又覺得 用避風堂去形容他們 好像未必那麼公道 因為事實上現在社福界的形勢 整個氣氛都越來越走商業化 或者其實都是以數字或者各方面為本 反過來說其實它都不是說 我好心請你回來 然後慢慢去再陪你 反而現在反過來 在現實的實況 其實因為普遍來說 那些所謂program worker 其實大概都有一個starting point 其實所謂的starting 亦是個max point 大概有8000元 其實對於不少初出道的年輕人 即使你是大學生 都是一個不是很好 但都是一個接受到的起步點的薪酬 所以其實對於這個工作崗位 其實競爭都頗激烈 亦同時來說 剛才我說不要用避風堂去形容 因為其實就算所說 外來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對於這個職位 他們都覺得一來某程度 對於很多人來說工作是有意義的 因為他們想做社福機構 社福界的工作 某程度都覺得服務到人 又是一份工作 又是一個career 裡面可能第一件工作 又可以吸收不同的經驗 都會覺得是 我不敢說是趨之若無 但是有多少人會嘗試去參與 所以對於社福機構來說 另一個角度 他們有很多選擇 可以有很多選擇 很多degree holder 甚至乎 例如我讀Master in Counseling 他們都覺得 我Master in Counseling 很少所謂私人機構都聘請我 但我讀 Counseling 我想做一些對人的工作 不如我先累積經驗 先學習一下 但那些服務員的薪酬是頗低的 好像 頗低有八千元 八千元是一個月薪 月薪 上班當作八小時 對 也跟最低工資差不多 不差很遠 但某程度做得社福界的 某程度有一些所謂我們叫做犧牲精神 或者他們都不能夠完全用一條 商業的角度 標準的界線去考慮 這是明白的 但不同的社福機構 本身已經有資金 聘請他們的普通的職員 那些服務員其實是額外給到社福機構 是否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這個 他會這樣去 開頭可能原意就是希望培訓這些年輕人 吸收經驗 但他剛才所說 現在因為很多不同的年輕人都有對職位 或者都覺得不是 其實八千元才 Raymond說 好像跟最低工資相比都不差很遠 但反過來說 其實對很多新入職的大專畢業生 其實不是很低的 八九千元 現在大學生大專生想怎樣 其實都吸引到不少 其實是所謂覺得挺優秀 或者不是完全說 那些很客氣 很爛迷伏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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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 反而有些是肯做事有能力去做的 那反過來 社福機構做得事 當然不是當你來做委員訓伏伏伏伏伏伏 真的要下手下腳去砌要做的 所以其實在過程的關係裏面 又有少許不同 或者關係有轉化 但好像簡直這樣說 福利員服務員 那個工作性質有少許是叫做學師 即是社工的實習生 有少許是 給他在社福機構裏面 一個低一點的工資 就有些工作經驗 亦都可能針對年輕人 給他第一次就業的機會 原意就應該是這個過渡的 過渡完之後 其實理想的就應該 過渡了這個保護期 可能他可以在社工的崗位上找到工作 又或者他不是走向社工這條路 去回商界也好 去回其他跟社工相關的服務行業也好 都應該找到工作 但現在好像幾年來 現在我們聽 普通市民聽到聲音就說 這一班增加了的服務員 做了幾年 他們似乎走不出來去找其他工作 會不會我們經常說政府好心做壞事 找了幾年時間安置了他們 現在他們又亡無頭緒 一說這個臨時性的崗位帽 他們好像立即會說會失業 或者會推高青年失業率 情況究竟是否這麼惡劣 去獨足 做了幾年原來是未能夠提升 其他市場賺工的競爭力呢 我想其實賺工或者失業 就另一個很大圍的環境經濟 我想現在就算可能你說 我有十年工作經驗 我拿著一兩個碩士學位也好 那是否代表現在就很容易找到工作呢 可能都值得再討論 但是其實現在再另一個討論 就不是說原來請了他回來 在那裡吐了你幾年了 你也是不能夠提升到 或者你不能夠出去 反而有些會覺得那個情況就是 真的請了回來才發覺 請了回來社會機構就不會這麼簡單 他又會再打一盤數 他會發覺其實在服務裏面 真的需要有這幫人去做 或者其實我們有時候 我覺得自由泡很輕說的 這個不可預知的結果 請了回來之後 由供應製造到的需求 同時間其實真的有這幫服務的需要 亦都其實某程度 亦都肯定了這個服務需要 而肯定了有這幫人的存在 估物論可能我們的目標 可能不是要他長遠在這裏做也好 但是其實在這個過程裏面 可能我們都是培訓他兩三年 或者他有學滿私入就下山 但是其實這個位置都有他值得繼續存在的價值 因為簡Sir你說社工的需要這個話題 是很可以探討的 因為社會服務的需要其實是頗難畫一個私靈 即是如何定義需要一個社會 究竟要有多少社會服務的從業員 即是兩個人一個人都是 你可以說到 即是每天都可能有些事情需要人來幫忙 如果所有人幫的事情都叫政府去開一些公帑 使用公帑開一個位置叫社工去做 似乎那個需要就變成無限的需要 所以這個界線是很難畫分的 今時今日這一群曾經是受過政府的避蔭 令到他們有工作的經驗 今天又走出來說要求是要成為永久 或者是一個常規化的 其實等同是將社福的機構突然膨脹 當然你的立論或支持者的立論是很清晰的 我們做社會服務的當然是多些人做的 這是很難反對的 但是那個需要究竟是怎樣平衡 究竟是否真的膨脹了 針對我們香港社會最需要的那群人 資源是否用來出糧給請了那群人好 還是說雷的資源可以用來給資助的人 看醫生或整假雅 這是很可以辯論 我覺得社會服務真的 我覺得用經濟學來說 可能就是支援領導的行業或服務 你有多一些供求 可能會刺激到那個需求 支援會領導的需求走出去 但是其實用另一個角度去想 這班人其實真的減輕了 我想前線有些社工很多行政的工作 或者一些不同的工作可以分流給他做 當然其實都有區分的 這班所謂PW他們不是所謂社工專業訓練出來的同學 或者出來的朋友 社工受專業訓練就有另一條線 這班人不是的 但其實某程度可以減輕到一班所謂社工 他們要承受的一些工作量甚或之乎 可以分享到一些社工 其實某程度我覺得都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在現在資源這麼有限的環境 我們請不到多些社工 當然作為社福界希望我們請多些社工 這些位置我們都可以自己吸收 但是現在既然製造了一個需求出來 我們用一個 我不敢說用一個嚴格勞工那麼難聽的字眼 但相對上他們的年輕人又可以得益 或者他們又可以學到東西的過程裏面 又給他們一些工作去做 雙贏我想走這條路線 我們107動力經常都說政府要小 洗錢就很重要 如果你無限洗錢的話 就好像變成希臘一樣 洗到要發債也不行 意大利有全國罷工工務員 就是那個官僚架構的膨脹 是一個很不容易察覺 但也可能會為禍很大的問題 所以當你說任何永久性的編制擴張 為什麼會有財政預算 為什麼財政預算的時候 每一個局都要提交它的編制更變 譬如他要加上任秘書獎 減過二澳這些變動 你都要在立法會通過財政預算來更改編制 所以社福界在這個時間提出了一個 都其實幾基礎的改變 其實增加了大量的編制 作為一個社福機構的資助計算 似乎就比外界容易一個印象 其實是否當初的編意責不到 這班小朋友進去做了兩年 最後原來他們不能夠在市場上找回工作 其實這裡大家還需要更多的探討 我想這個是一代 我覺得其實需要市民 都會對這個職位 或者對整件事的歷史 或者那些事情多一點了解 才可能無論你贊成也好反對也好 但是我覺得其實存在一件事都值得思考 不單止這班人就是 他們永遠的失敗者 我們嘗試等於他們是一班失敗者 留在這裏走不了 而相反其實 真的如果我們都覺得 應該有機會給年輕人的 其實這個位置 一定是要那班人造死 老實說八千元 如果有競爭能力 他都會自然走開 然後還有一些新血進來 但是他本身的意義 以及本身現在市面上的需求 我想這幾方面都可以有多些不同的探討 我們希望這班服務員 都真的可以獲取到經驗 亦都可以真的在市場上 找到自己的工作崗位 青春有限 如果去做的行業 不是自己的志向 可能擺多幾年 轉彎更難 待會回來再繼續探討 社工以外其他話題 今天小政府有我何文傑和簡Sir 大專的講師和我們一起分享 剛才講了社工界的話題 就是服務員的去留問題 除了服務員的去留問題 這一個月我想更多的打工仔 關心的就是強積金的表現 股市比較波動 如果可能不幸運 這幾個月可能要退休 要賣售的話 都可能挺投行 是的 即昨天我播出的時候 在《信報》有一篇文章寫了 標題就是 買白銀更勝強迫金 題目都很清楚 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這個強積金制度 在強制打工仔 糾折出糧之後 還要逼我們把所有的積蓄 都放在金融的投資 而這個金融的投資 打工仔的選擇權 又是很有限的 引發出來的問題就是 每當有金融的動蕩 那個打工仔的財富 就水瓜打舊 最新的數字 在剛剛過去八月 就所有的強積金戶口 平均 平均就虧損一萬元 每人 全港大工仔每人 虧損一萬元 八月份金融有些動蕩 但是都余波未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大工仔 其實當然 如果要再基本的去討論一下 這個強積金 可能又要再討論到大家方向很不同 究竟怎樣有一個 合理一些 或者一個大家都想要的一個 退休計劃 可能又再跟你討論到 全民退休保障 強積金 或者怎樣的 可能逆向保險 那種 可能又是要爭到面紅耳熱 或者有段時間去談 但我相信其實 無論左中右也好 對於強積金這件事 尤其是經驗過這十年八載的真人實驗 我想大家都對於它這些漏洞 或者它本身出現的問題 都千瘡百紅 大家都不論左中右 都覺得這不是一個很可行的方案 簡直剛才提及 《易按揭》就是一個很有趣的 跟強積金一個對比的討論 即是《易按揭》的意思是 老人家如果是有物業自住的 他可以向銀行做一個逆向的按揭 令到他這個老人家的業主 可以每個月收取一定的銀行 給他的現金 但這個代價當然是 八年歸老的時候 那層物業就會歸於銀行所有 就不是歸去圍捉的成計人 這個設計的原意 當然是抄外國 設計的原意也是 例如長者沒有子女 或者他的子女都很有經濟能力 他想安享晚年 每個月有些錢收入 但大前提的《易按揭》就是 你要是業主先 有樓握手 對 你不能夠65歲的時候才供樓 你做不到按揭 65歲 不可以做過30年的按揭 除非你是舒适夫 如果不是的話 那是否年輕的時候 即是《易按揭》這個概念 即是說年輕的時候你要做業主 到老的時候 其實可以有個《易按揭》 每個月你層樓值錢 可能一萬幾千都拿回 收到你百年歸老 但是年輕的時候 怎麼可以做業主呢 就是這個話題 跟強積根的關係 就是強積根由2000年開始實施 正正是80年後這一批年輕人 進入社會工作的年份 這班80年後 現在就叫買不到樓 其中一個很大的障礙 就是在這個強積根裏 因為每個月強積根 其實變相你供5% 僱主又供5% 但僱主的5% 其實不供的話 都是給你作為福利 或者人工或者花紅 就是九折之身 即是80後去打工制 就九折出糧了十幾年 九折出糧了十幾年之後 這一塊錢就鎖死了 在這個逼金制度裏面 如果你兩夫妻都80後的話 那麼少則可能二三十萬 多則可能你人工找得多 可能四五十萬都不頂 或者你選投資有道的話 那麼這筆錢其實 其實剛好可以幫助一些很基礎 可以做到業主的80後的首期 而以往其實這麼多代的年青人 去置業都是咬牙筋 吃著麵包 自己拿個油漆去油油做業主 但是這個強積根制度 就強制大家一起 拿去高風險投資 還是環球股票 而不可以選擇最簡單的道理就是 我年青的時候我做業主 我拿回舊錢出來做業主 我做了業主 就算我沒有本事 我只是捱到那層樓 我到老 我都可以馬上拿回那層樓 去做易按揭 但是今天 強積根是不容許這個 這麼簡單的道理 去買樓都不給 新加坡就反過來 比香港開放很多 當然政府自己搞這些樓市 你可以拿回那些保險 就是退休的工款去置業 香港就反過來 所以我覺得整個很多時候的討論 沒有一連住去分析 即是80後買樓是獨立的問題 強積根的獨立問題 按揭獨立問題 所以居屋有獨立的問題 然後限尺樓 限量樓也是一個獨立問題 地產霸權 其實一連串 如果你整體去看的時候 其實政府可以做的 小政府的窗戶就是 你管少些 你給予一個選擇 給予一個自由度的市民自己 好像強積金為例 只是你給予他們 可以用來選擇交首期 作為第一層樓的自住 已經很卑微的要求 其實已經可以幫到很多人 去面對自己的選擇 當然我覺得 就先Raymond說 政府用一個行政的手段 去逼人 如何拿回工資 強積金這件事 其實侵犯自由那件事 我想無論左中右也好 特別你是崇尚自由的市場 一定會覺得是 犯了你們最基本的核心價值 我想對於絕大多數的市民都好 都是覺得有這個問題 當然其實好像剛才所說 更加基礎的 可能要思考 如果連強積金這件事 當然我覺得它有很多要修改的地方 但是如果 即是沒有了 是否就先說 易安傑是可以給強積金 更加好的一個代替品或工具 去掩蓋所謂的退休保障 或者退休制度 我想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每個人 其實要為自己的生活負責任 當然 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任 和籌劃 當很多時候 我們會說了很多的 政府要做 政府要做甚麼 政府要做甚麼 當政府越做得多的時候 其實往往就 越不鼓勵個人去承擔自己的責任 即是好像用退休作為例子 如果一個負責任的人 其實很早 他應該要籌劃自己退休之後去生活 而現在你強積金 說就是65歲之後 會幫到你 有交付錢給你 但如果你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 一輩子的人都不負責任 對自己也不理會 到65歲 拿一塊錢回來 你一樣可以一夜 過了澳門 你就沒有錢 接著申請綜援 你是解決不了問題 所謂的問題就是 我們應該要 公共政策 我們應該鼓勵 鼓勵人們為自己的生活 為自己的生命 為自己的健康 去負責任 你不是搞完自然醫保 自己又大吃大喝 又不做運動 接著有病的 全部要政府幫你治療 那就不適合道理 那麼 究竟我們商討這個 退休保障制度的時候 是否能夠啟發到 每個人為自己負責任 這是關鍵所在 現在討論的傾向就是 政府要多做些 政府就是一個保母式的政府 甚麼都包了 保護了 三餐照顧你 尿片又幫你活 是否可以 還是可能 原本每個人 或者家庭可以擔當的角色 就被政府取代了呢 佛尼文有一句很明言 就是社會福利越多 其實就越削弱家庭的功能 就是好像 就是用退休為例 都見不少很多 就是社工行業或者 地區工作都很多時候見到 很多個案 就是子女為了可能 申請 社會上已經存在的家庭 互助 自己為自己負責任的精神 當然 如果我們對社福界 或者社會工作 一定不能夠說 社福或者社會福利 令到家庭的關係 有時候我覺得 究竟雞還是蛋 我們反過來 可能覺得 家庭的功能 不能夠支持到 一些需要依賴的人 老弱 長者 或者小朋友 我們才提供 社會福利去幫助到它 當然就算社會福利也好 尺度 界線 究竟我們要 所謂 向左走一點 向右走一點 中間一點 這個我想都很值得 不同的討論 或者有時候都 應該有多少少的共識 但是的確 就先我們所說 如果沒有了強積金 究竟有些什麼 是可以保障到 一些真的 老弱關寡 社會上不能夠自顧 不能夠自己照顧的人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總不能夠推出公海 不管 我想最需要幫助的那班 一定有個安全網去照顧 這個就是 成熟社會不能夠沒有 文明社會 但是現在的強積金制度 諷刺的地方就是 為了可能一班最需要幫助的人 就是要全世界一起落答 去做這件事 譬如香港的儲蓄率很高 美國就負債率最高 香港儲蓄率最高 其實有一大部分人 都很懂得為自己打算 但是在這班人以外 有些人是不願意為自己打算 那怎麼辦 但是現在強積金 要全部一起落答 過月供款 我們看到 上個月虧錢 只是一個小事 長期以來批評 就是行政費過高 沒有透明度 接著 供款人又不可以選擇自己的受託人 又要僱主去選擇 接著你選擇的投資項目 又很有限 最簡單 就是我信報的篇文 就是買白銀更勝 強積金 就是 孫柏文05年 你老友 就叫人來買白銀 那時是10元一盎司 今天應該四天多 就快到50元了 任何貴金屬現在都升到白白銀 為何我自己的錢 我不能夠選擇怎樣做呢 用中國人最簡單的傳統智慧 買黃金白銀 這幾年都已經白白銀 那些人說還可以升 那些人說 那是不行的 一定叫你放下去 那些會虧的投資基金 還有我們說 進修行不行 沒有錢 照顧子女讀書又行不行 創業又行不行 就是 越是 年輕的時候 其實你那一塊錢 第一桶金 就越重要 那你強積金就下起了 政府就搞笑到 另外整筆錢就搞創業基金 搞了一大堆 但是一路又要理購強積金 所以我想 就是 政府都看到一個問題 前幾個月都放過一封 會檢討強積金使用的用途 接下來 希望這幾個月會多些的討論 大家針對制度 可能會真的帶來改變 不要以為做開一定是這樣的 相信經歷今年派錢的風波 注資強積金全民怨氣 其實政府已經體察到積金制度的流幣 大家積極些發表解放強積金的意見 希望它帶來一些變化 我也相信其實強積金都有一定的改動空間 但是我想除了討論強積金的改動空間之外 都還要再想下一步是甚麼呢 有些甚麼是可以保障到一些有需要的人呢 或者其實反過來說 為何現在的制度是做不到那樣 可能Wayman所說 你說有能力那些不行 但沒有能力那些 為何好像現在的安全網 都好像有些失衡的狀況呢 我想這些都是值得大家再討論和思考 好 下一節回來繼續和大家討論另一個話題 好 小政府有何文傑和簡Sir和大家 剛才講完強積金 講完社工界福利員的問題 這一節我們探討一下近年 全城熱話 都是很多主題的報章雜誌電視台 就是一個通脹 在茶餐廳吃飯你最近有甚麼觀察 這陣子觀察 我想 餐牌你會發覺可能經常都不同價錢 不同價錢當然不是越來越便宜 越來越貴 我相信這個是一劫之秋 你從茶餐廳開始已經知道 其實可能普遍現在百貨 都在升價錢 當然我不是什麼經濟學學者 但作為一般普通老百姓小市民 都感受到那種 甚麼都是加 但老闆的薪金還未去 怎樣加到那種兩頭受壓迫的感受 即是我昨晚和太太去吃米線 經常都吃一間 然後賣單是九個多元 兩碗米線 即是不是很高級的那些 是很普通的很迫的那些 都兩杯飲品 即是看到各種都加了 即是米線的湯又加了 加菜又加了 加一加 即是還不止 有時去茶餐廳吃 以前吃一個牛展飯 那塊牛展現在是照得通透的 即是切薄了 我想普羅市民都很體驗到那種 通脹帶來的生活的影響 不過我自己有個看法就是 其實香港人就真的過著一種 挺奢侈的生活 即是車廁不是說買名牌那種車廁 其實日常生活 起高飲食也好 我們其實是可以再節約一些 即是譬如吃飯 是否真的要吃那麽厚的牛展 吃薄些 可能營養師說 好 健康些 通脹可能都帶來的機會 大家可以反省一下 學習一下 省家 可能過一些側薄些的生活 其實側薄些 或者我們吃得健康 或者我們走多兩步路 不要乘車這些 其實我想對於所有人都好 都是贊成的 綠色生活 這些很政治正確 左中右都好 都是會支持的 但亦都反過來想 其實通脹 就先我們說 威文都說 如果可能中產一些 可能會用另一個角度 吃薄些 快牛展 或者吃少些飯 當作減肥 但是對於基層的市民 貴一元 貴一元 或者其實在他們的生活裏面的選擇 其實真的不是很多可以 我要兼兩份工 日後做完看奸 晚上要清潔掃地 但是有些車費加加 或者怎樣 通脹對於基層窮人來說 是一個最大的打擊 老虎是專門針對窮人來咬 當然 你有錢人 如果吃過米線多了幾十元 一定不是問題 他不會吃 在五星級酒店吃 但是對普通市民 或者基層市民 可能都要想想辦法 在日常生活當中 去找出一些生活的接見之道 譬如當然說 基層市民有時候可能 或者中援領取者 可能真的中援不夠 去餐餐出去吃 可能真的要省些 選一些特價時段下午茶 有些酒樓下午茶 1點半 過了一個寫字樓的午餐時間 又可以有些優惠 可能大家要用 生活上的靈活變通 去帶來一些省家之度 又或者香港人很習慣 很方便 很多時候就家裡樓下 但是如果你去過 其他國家城市看 其實我們是過一種很方便 很快的生活 其他國家可能要開車半個小時 才去到街市買東西 買一個星期 我們不是 一定會去最近 走遠一點也不遠 如果真的面對通脹 大家是不是要想想 省家之度 真是去到近 遠一點也不少 但是可能那裡便宜一點 我認識 我穿將軍澳 我認識一些街坊 真是知道那個街市菜便宜 這個街市乳便宜 他真是 家齡主婦 就花多點腳骨力 就走遺宜幾個街市 都是步行範圍 張軍澳 你都知道其實很小 但他又辛苦些 幫家人面對通脹 去到這些艱難的日子的情況 大家都要搞一下腦汁 不過來到這個小政府的節目 我想也可能向你請教一下 因為我始終不是讀經濟或者有經濟宏觀視野 但是大家可能都感受到 現在這種通脹叫做入口性通脹 我都是看報紙 新聞都這樣說 但是大家知道入口性通脹是關乎美金 人民幣那種拉拉扯扯抖抖抖前前的關係 其實你們自由派的角度 會不會覺得這些都是大政府 有引能子的危害你自己要怎樣去理解 如果只看香港很多時全球化下 你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都很難獨善其身 或者只看自己的地方的公共政策 就好像最近這個金融動蕩 引發出來通脹是一連串相關的事情 有些人很簡化通脹就是 我們跟美元掛鉤 美元跌 我們說完又不值錢 不值錢買回來貴 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如果真的只是聯繫匯率的話 為什麼新加坡有通脹呢 大陸有這麼厲害的通脹呢 如果你放眼多看幾個地方的經濟狀況 其實通脹的問題不是獨獨香港面對 全球性都在面對著 當我們的入口主要是依靠大陸的時候 大陸有面自己都面對通脹 那麼嚴重 都是要雲條地按通脹 你怎樣香港 你豬 牛 菜 雞 全部都是大陸買回來的 你在茶餐廳吃個叉雞飯 你又怎樣可能不貴呢 所以不是純粹說匯率的問題 而是整體全球 那為什麼全球又會面對一個大的通脹呢 當然其一個 剛才阿簡Sir提到的原因就是 就是引銀子 引到一些錢不值錢 而引銀子最厲害就是美國 現在不知美國 歐洲也引 日本也引 日本 我們經常講QE1 QE2 現在有沒有QE3 大家都知道就是引銀子 美國政府是這樣引銀子出來 其他國家就買 但其實大家忽略一個就是 日本在地震之後 他們所謂振興經濟的措施 都是引銀子 而它引銀子的數量 其實等於差不多一個QE2的金額 其實QE3已經在地球上發生了 就是日本印出來的 現在這個QE4 所以你想想 當整個世界突然之間的貨幣 那個紙幣 那個膨脹流通 那你自然就不值錢了 即是像樽巴布韋 就是拿一些公廁 一大疊銀子 就是被人問的 因為你的銀子便便宜過廁紙 即是出糧是拿行李箱去出糧 可所言之 貨幣那個違和 所以在經濟學 都有很多學派爭論 貨幣派又有金本位派 覺得應該回到黃金本位的時代 所以市民就要自求多福 亦都反映了政府的行為 是可能表面上好像很好聽 或者解決到一時一刻的問題 但是引發出來的違和 是很難去根治 甚至引發很多非完先設想的後果 很多人在等待QE3 就等著拍手 股票再升回 但是其實如果再QE3 再出來的違和 可能是我們想像不到 這麼嚴重 我想大家穿著QE1 2 3 好像追劇集 大家可能都覺得 這是可能唯一的方向 但是我也相信 很普遍市民都會覺得 其實有時候 我們都不能去理解 或者局中不能參與 就是印多少錢 不是我們去決定 又是用不用 又不是我們去決定 甚至乎多少通脹 大家都覺得其實很被動 或者很無奈 除了說自求多福之外 都不知道可以怎樣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打算 都要學習投資 其實好幾年前 有人叫大家買黃金白銀 其中一個很強的原因就是 黃金是有一種貨幣性 即是一種實際 由上低創造的黃金 即是上低創造的貨幣 其他貨幣是人創造出來的 而白銀的分析就是 白銀的貨幣性 是長期被低估了 而白銀其實在人類歷史當中 是作為貨幣最長的一種金屬 無論在中國我們都是用銀 還是在歐洲 其實都是同時期 共同都用白銀做這個貨幣 究竟當我們面對金融動盪的時候 是否還有避風堂呢 是否還應該可能 我認識一個朋友 真的是老師 他跟他媽媽 他媽媽退休 他很大膽 將他媽媽的退休金 跟他自己的所有積蓄 就去銀行買光金 是今年初的事 他沒有貨幣 他純粹是避險 即是賣了股票 他說他去銀行戶口 即是開戶口的時候 入錢的時候 銀行職員說 你想清楚了嗎 你真是這樣就好 我不知是否銀碼我大 但其實也有些人是會認識 或者愈嘗試去做這些避險 當然你說基層市民 嘩 我們都沒有什麼積蓄 怎樣搞呢 或者沒有一個知識 即是知識本身都是一種資產 是的 所以就要自己努力 即是要去學習這種知識 與其等政府引人指 給你一些不等的錢 不如自己想想去增值 即是投資在自己身上 都是一種增值 投資你的學問 投資你的經驗 其實也不要這麼有無力感 即是每個人都可以在絕處逢生 是的 但是很多時候這個浪打過來 有些失敗者 有些在當中可以獲得好處 成功的人 但是往往都是好像所說 大鱷就將一些散戶 小股民做點心 或者那個情況 那些銀子貶值了之後 升值了那些損失的人 那些得益的人 往往這個資產再轉移 令到一些有錢的人更加有錢 貧窮的人更加窮 我想還有很多故事 當然 當然就是有些人創業 可以想想小本經營 在通脹下都有可能有新的創業空間 人人都要省家 即是我認識的朋友 就專門正在淘寶那裏 做團購 是的 做淘寶 然後在淘寶那裏幫人圖 又可以在家辦公室 找到食物 即是可能以前沒有人想著要省家 就不會想著要去到淘寶 即是運用淘寶這些 省家方法去買東西 所以香港是一個開放的城市 即是很多可能性 容許你去嘗試 我想這是最關鍵 以及政府的干預 不要那麼大力度 不要那麼多 其實未必看得那麼悲觀 是的 當然大家都希望這個波浪 快點平靜下來 又或者不要影響那麼多 但我都其實覺得在這些那麼波動 甚至乎高通脹的情況 有個普遍的現象 變成貧富的兩極化 可能越來越嚴重 懸殊的情況 都越來越厲害 有時候 我知道可能在這個節目的聽眾 很忠實派的自由主義者 都會覺得小政府 或者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可能你說 那個成因就是政府很多手 或者很多主義 搞很多一鍋抱 但是在這個 搞到貧富懸殊 更加厲害 或者更加拉得更遠的情況下 除了政府之外 還有可以做些什麼 或者誰的責任呢 我想每個人都可以做一些事情 每個人都對身邊需要幫助的人 多出一些力量 無論可能你 知識上跟他交流幫助他 以至可能生活上 我買開便宜的東西幫他買 你不要低估每個人 可以發揮的力量 當你在這裏訴求 政府去做好事的時候 其實就不想去捨自己的責任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做多一點 對家裏對身邊的人 對你覺得需要幫助的人 都付出一些時間 做義工 做幫忙 運用你的知識 其實我們香港可以更加美麗 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發揮這個 互助互愛的精神 共渡難關 好 今天多謝阿簡Sir 來我們的節目 好